感谢在美主啊 我们今天真开心 从我们来到天空堂 今天外面是英语的天气 那我们来到这里呢 不一定要去外面美化环境 我们要美化心灵 比美化环境更重要 因为神要让我们 这个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 可以让外在做任何事情 都是生活有力 行路有光 能做得安息 那么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 一起在分享 在交通 有弟兄就在 把我们的这个厨房里的事情做一做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共进 不知道这应该算是午餐呢 还是晚餐 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来天空堂 现在是五点钟 那我们就要走了 对不对啊 现在我们是来了之后 现在在午餐还没吃 又顺便吃晚餐 我们请我们的何武师 来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先祷告 主啊 你的确是万物的主宰 你的确是万福的源头 你不单单是信徒的救主 更是我们的救主 主啊 我们遵从你 我们爱戴你 我们在这里 献上感恩和敬拜 在这时刻 特别为腾飞夫妻祷告 也为柳公女祷告 也为胡勇祷告 主啊 为李伟 为孝明 还有为阿文 主啊 这些都是你宝贝的孩子 在中国大陆十多亿人口当中 他们被主呼召拣选 从中国走线 来到美国 我们相信这不是偶然 一定有主的安排跟计划 既然是主的安排计划 主啊 就求你继续引导他们 牧养他们 能够更多更多的 因着读圣经 因着祷告 因着参加教会聚会 而更多的认识真神 归向真神 天父 他们是属你的孩子 我们宣告 他们和世界的罪恶 要一刀两断 他们要分别为圣 如同他们 从中国走线来美国一样 是怀抱着理想愿景 主啊 他们千辛万苦 主啊 为了就是要寻求一个 更尊重生命 主啊 更能够自由发挥的一个国度 虽然美国 如同大苹果 已经烂掉了 虽然美国 如同铁达尼号 这条船已经沉了 主啊 你呼召这些人 就远渡重阳 翻山越岭 来到美国 也是要透过这一群年轻人 能够带给美国新的希望 能够带给美国教会界 有新的血轮 能够不至于亲王不接 因为我们看到 许多美国的教会都是年老的 当这一批年老的过去之后呢 主啊 就没有新人来接替了 主啊 但是你恩待赐福华人教会 主啊 不至于缺少年轻人 华人教会目前有老一代的做父老的 主啊 也有少年人 也有少年人 也有小子们啊 主啊 巴不得活血德顿教会 就是充满着做父老的少年人和小子们 大家彼此相爱互相扶持 共同来成长 天父 这些人是属主的 求主帮助他们知道 来到美国需要走线 主啊 去到神国也需要走线 但神国要走的路线 乃是要走耶稣基督这条保险的路线 因为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回到阿爸天父那里去 主啊 实在很求你呼召他们 不要再继续漂泊流浪 成为游荡无家可归的浪子 主啊 让他们知道 阿爸父的家 是何等何等丰富 何等何等荣耀的永恒的家乡 让他们盼望走耶稣基督这条线路 能够回到阿爸天父的家 在那不能振动的国度 享受主所赐的天上地上地底下 所有的福分 天父我们求你继续来成为他们的好牧者 让他们越认识主 越充满信心 也愿意把福音救恩传给他们的家人跟亲友 主啊 我们宣告这群人是属主的 哈利路亚 这些人完全属主 恶者 撒旦 完全离开他们 让他们能够越信耶稣基督 越喜乐 越充满信心 越服侍主 他们就越刚强 主啊 就越有能力 天父 我们就为桌上饮食 现让感谢 求主借着饮食 帮助我们 灵魂里健康 经济神饱满 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贝称民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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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开动